第一章 第六节 反馈 用结果修正思考的偏差 我们之所以经常好心办坏事 是因为接收不到反射回来的目光 思考的反馈修正与调整 是一个人不断加深对自己认识的过程 同时也是向外界学习的过程 是使人们的思维方式更加有效的必要手段 你有一万个精妙的想法 也比不上一个用行动教员的做法 思维方式的有效与否 需要在行动中用结果去验证和修正 从现实的角度出发 思考的正确与否需要行动的验证 结果的反馈信息是对之前思考和决策的回应 思考是人对世界的勾画 反馈则是世界对人的回应 能在两者间达成平衡的人 思考的深度和穿透力都很值得赞叹 实际上这种能力不专属于某个人 他可能属于一位坐在都市商务中心区高端写字楼顶层的某公司的总裁A 也可能在一位都市乞丐B的身上若隐若现 最成功的乞丐B 起初的经营范围不包括地下通道 他活动在繁华的商业街 商务中心区 人流如知的闹市等商机良好之处 也许某一刻 他和A擦肩而过时 还向这位总裁讨要了十块钱 起初他认为这些地方是天堂 是有钱人汇集的地方 怎么能不发财呢 但是经过几个月的时间 他得到的反馈越来越明显地指向一种消极的结果 虽然商业街来来往往的有钱人很多 但愿意为他停留几秒钟 并施以同情的人少之又少 而且他还要冒着被城市管理者不定区驱赶的风险 从概率学的角度来看 在广阔的引人注目的空间 刑起致富的前景十分渺茫 于是B修正了自己的思考 他开始注意到地下通道这个神奇的地方 地下通道是相对封闭的空间 行人很难避开他 简直是上天为他专门打造的刑起之地 如果他向后辈传授惊艳的话 他会百分百说一句 拿得要灵光 做事别撕板 不行就得改 最成功的总裁A 日常思考的事项是B所想象不到的 但本质与B考虑的却无半点区别 A要考虑公司的经营思路 制定产品的营销方式 还有思索激烈的市场竞争之下的发展之道 他和B一样 需要用结果来验证自己的思考 假如A在某一天的早晨 做了一个激动人心的决定 他通过分析新闻 政策 市场数据等信息发现 他应该领导公司向一个新的领域进军 对公司进行改革 人们经常看到这样的报道 有些大公司的总裁就有这种魄力 他担负着让公司越来越好的责任 假设他筛选和辨别了所有的不利 以及有利因素 说服着董事会和股东 愁愁满志的上路了 然而他发现现实与设想大相径庭 他带领公司掉进了一个坑 事业从此一蹶不振 在无数个可能的节点上 A都可以利用反馈进行自我修正 反败为胜 但一定得有这么一个节点 否则A的反馈机制就失灵了 可能在一个不太惬意的午后 偕老代幼的B又会在商业街 商务中心区与A擦肩而过 B很想施舍给A十块钱 当然 他们也许属于一生都不会相识的两个人 但他们的思考却可以是共通的 一个愤世嫉俗的创业者 他对世界产生误解的原因 大体上源于他不肯修正自己的思考 喜欢活在自己的小世界里 无病身影 这不是思考的错误 而是他对世界的看法存在问题 我不是从少数样本中得出这个观点的 而是始终与读者一起感受到了 这些浮躁的信息 有一年 我在洛杉矶的独角兽俱乐部 遇到了一位创业者C C是美墨混血儿 34岁 曾在国际商业机器公司IBM 担任技术部门主管6年 他的技术能力有多强 人员就有多差 C喜欢高谈论阔 他有厚厚的六种语言版本的商业计划书 有专业的如同哈佛商学院教材的项目和产品说明书 也有别出心裁的团队规划 他最大的缺点就是忽视反馈 对不确定的因素不屑一顾 没有后背计划 偏执坚硬的就像一根千锤百链的钢筋 他坚信自己可以改造一片荒芜的市场 创造出一个新的商业世界 在投资人的眼中 把钱投给他就好比打水漂 即便他有机会成功 需要的时间也长得让人绝望 因此 当投资人满年拒绝他的融资请求时 C当即发起脾气 他用右手四指的关节坑坑地敲打着桌子 左手没有规律地摆动着 眼睛直盯着昏昏欲睡的投资人 愤怒地说了一句 让在场的人包括我在内 数年后仍当作谈资的话 你们怎么确定市场是不能改造的呢 拒绝现实的人通常都具有这样一个特征 抛出一个不确定性保护自己的另一个不确定性 转移辩论的焦点 比如 一位喜欢协调婚姻关系的好事者 苦口婆心地劝解家暴中的受害者 好好过啊 他未必会再打你了 生活中处处充满理想化的期盼 但这对结果有害而无益 还会损伤思考 我把这种人形容为 两脚踏匀的理想家 我们应该如何看世界 浅思考在本质上属于静态思考 理想化的认定思考的条件是恒定不变的 深度思考则属于动态思考 即认为任何用来思考的条件都处在不断的变化之中 我特别喜欢听辩论家的辩论 类似一场左手和右手的拳击比赛 我闲暇时也会参加辩论家的辩论 只不过 他们是在严肃认真的辩论 不分胜负是不罢休 而我是去找查的 他们和科学家最大的差距在于 他们会主观地删除一些显而易见的证据 以使资料看起来更加符合自己的观点 而且自以为合乎规则 科学家则以此为耻 因为科学思维绝不容许掩耳盗铃 我经常揪住他们漏过的 对于确认事实又很重要的信息 穷追猛打 直到他们理屈词穷的单方面宣布胜利 顺便剥夺我的辩论资格 甚至永久落黑我 很残酷的是 今天有相当数量的创业者 也兼有辩论家的这种习性 他们挑选证据来支持自己对市场的观点 无视负面反馈 唯一不反对的是有更多的钱 比如C 他的大脑能帮他赢得一场辩论赛 但赢不了现实的商业比赛 他是辩论的赢家 却是经营的输家 很多人把思考当作说服别人的武器 而不是解决问题的良药 这导致一些聪明的脑袋在生活中百无以用 不少自诩为精英的投资者 也在使用辩论家的思考模式 大脑只出不进 封闭起来拒绝反馈 他们认为不符合预期结果的都是假象 因此经常把技术性调整这样的词汇挂在嘴边 治疗股票熊市给内心造成的恐慌 美国投资家族索罗斯认为 许多投资者都是愚蠢的 在一次发言中他嘲笑道 有些人脑子里装满了陈旧的知识 不屑于研究现实 世界在他们脑中是一个由数字拼成的平行世界 与真实社会格格不入 他们只配在华尔街日报的专栏指点江山 因为写错文章还不至于赔掉身家 人们之所以经常好心办坏事 都与看不清现实有关 第七章我们将讨论培养深度思考的最后一步 反馈如何帮助我们做正确的事 从跟踪思路的执行 查补执行漏洞 积累行动优势 到最后的归零思考 在提升思考能力的整个链条中 善于思考而揽于行动的弊病 可能如影随形 一般而言 潜思考模式总是会让我们在行动中 付出代价和隐形成本 而学习利用反馈 则能及时修正我们自己的错误